第407集 从医院出来以后 赵家清直接就走进了公安局 他将验伤报告拍在了桌子上 冷声开口 我要报警 有人故意伤害 警察抬头一看 就看见赵家清那张面目全非的脸 你说你脸上的伤是你前夫打的 不只是脸上 还有身上 这是我刚从医院拿到的验伤报告 我要告他故意伤害 警察认真做着笔录 你前夫叫什么名字 联系电话多少 他叫颜安邦 你说他叫什么 颜安邦 警察这一次听清楚了 认真的看着他 你说的是 严家那个 颜安邦 是 赵女士 是这样 虽然你现在是受害人 但是诬告可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确定要告他吗 我很确定 现在可以立案了吗 赵家清冷着脸 警察见他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拿起笔继续记录 好 赵女士 根据你说的情况 我们稍后会让我们同事去核实的 要是查出来是真的 那我们会跟你联系的 希望这几天 你保持联系通畅 辛苦你的警察同志 这段时间 我都会留在国内 我的事情 就希望你多多上心了 赵家清 客气地说了一句 然后 就回到酒店 他躺在床上 眼中 一片冰冷 仿佛感受不到 身上的疼痛 其实 他手上有一些 延安邦 利用职权谋私的证据 延安邦 在那职位上 做了那么多年 要说完全干净 那是不可能的 他跟延安邦 夫妻这么多年 甚至 曾经为他 摆平过这样的事情 手上的证据 是那时候得来的 当时忘记消鬼了 没想到 到了现在 竟成了他的一张底牌 他不是没有想过 将这些交上去吧 但是 他想了一路 要是以这个理由 去举报 揭发延安邦 延安邦 会身败名列是真的 他的事业 也会因此完蛋 甚至 还很有可能 被请进去喝茶 只是这样一来 势必会影响到 延盛许的事业 他现在 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无论是薪资待遇 还是工作 都是他满意的 他的儿子那么优秀 也即将会变得更加优秀 为了一个延安邦 耽误言甚语的前程 他不认为 这是划算的买卖 如果能用一顿打 换来 让延安邦完蛋的 其他证据 赵家青表示 他很愿意 这也是他看了那份资料 去往延家的路上 突然想到的办法 但是 他没有想到 秦延竟然会这么配合他 主动从楼上摔下去是吗 想诬陷他 要是以前那个 还爱着延安邦的赵家青 或许会伤心 会在乎 但是现在的赵家青 不会 赵家青走了以后 延安邦给秦延 拿了两个冰袋 让他敷在脸上 坐在一边 沉默着 不说话 秦延有些忐忑地 看着他 见他一直不开口 忍不住 小心翼翼地问道 安邦 你 怎么了 延安邦定定地 看着秦延 看得秦延 心中越发忐忑 才开口 赵家青说 你去雪梨市 找过延西 安邦 你先别生气 我就是想看看延西 你也知道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延西 但是延西对我的误会 根本就消除不了 上次听你说 延西不记得一些事情了 我就想 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新跟延西认识一下 只要没有人告诉他我的身份 那我跟他就能和平相处了 安邦 我也没想到赵家青的反应这么大 见延安邦 依旧不说话 秦延伸手 拉着延安邦的衣角 安邦 你别生我的气了 我就是单纯地想静静一些而已 你也知道 延西的眉眼间跟沐沐有点像 我 一提到秦牧 延安邦心里的怒气 顿时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秦牧就是秦延心中永远的痛 也是他对秦延最大的愧疚 秦延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幽光 他就知道 只要一提到秦牧 延安邦就是再大的怒火也没有了 果然 延安邦深深吸了一口气 延延 我很抱歉 你不生我的气就好 其实 今天的事情也怪我 要不是我偷偷跑去雪莉芝看延西 那么赵家青就不会这么激动了 赵家青 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你不要理会 以后 他要是再敢找上门来 你就直接将他赶出去 不要放他进来 秦延感受到脸上的疼痛 清晰了一口气 延安邦放清了手上的动作 你也是笨 他打你 你就不知道还手 竟然站着那儿 任由他打 我当时哪儿想到 他会突然动手 我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延安邦看着上门的警察 开始还有些莫名其妙 听了警察的解释 延安邦的脸色很难看 等警察走了以后 秦延见他满脸怒容的样子 连忙安慰他 先别生气了 还是先去看看赵家庆吧 或许你去跟他道个歉 让这件事情就此为止 他要是将事情闹大了 对你的影响不好 我道歉 我当时就应该打死这个毒妇 竟然在这里等着我呢 延安邦愤怒地说道 他说赵家庆 今天突然上来找麻烦做什么 原来是为了逼他动手 这些就先别说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事先将赵家庆安慰好 你想想 要是这件事情闹到部队里 你还要不要做人了 作为一名高级军官 还是一个男人 竟然殴打前妻 这样的事情闹出去 不管是谁对谁错 都是延安邦的错 被秦妍这么一说 延安邦被愤怒支配的头脑 也冷静了一些 他走来走去 皱着眉头沉思 安邦 你给赵家庆打个电话吧 跟他解释一下 低头认个错 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打电话 帮你道歉 只要他敢原谅你 我做什么都可以 谢谢你 元燕 但是 这件事交给我就好 我会解决 你怎么解决 延安邦笑了笑 他拿出手机 给警察局的局长 打了一个电话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释了一下 最后说 啊 这件事 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我会亲自跟赵家庆沟通 就不麻烦局长了 警察局局长 刚刚知道这件事 正在犯愁呢 延安邦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讲的话 那是正合他意呢 还有 延安邦这个电话 打得可真是太及时了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 事先的原因为呢 我已经了解过了 我也知道 这延安邦长的为人 我相信呢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既然是误会 解释清楚就好了 毕竟 曾经是一家人 你们之前还有两个孩子 这闹得太难看了 对孩子影响 也不太好 啊 局长说得对 明天 我就会找他 好好沟通一下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真是不好意思 好好好 一定一定 改天 会请你吃饭 赵家庆想要告我 也要看看警察 敢不敢接他这个案子 这件事 我已经跟局长谈妥了 他会帮我压下去 等过几天 赵家庆就是想闹 也闹不起来了 要不 我们还是去跟赵家庆 道个歉吧 要是延细和盛羽知道了 肯定会怨你的 尤其是盛羽 他对你本来就有误会 他要是知道 他的妈妈现在这个样子 你们父子之间 就真的毫无回旋之地了 延盛羽 是延安邦唯一的儿子 要是延安邦不在乎 那是不可能的 上次 他跟延盛羽 就不欢而散 延盛羽 要是知道了 他母亲的事情 后果还真是不好说 延安邦面上 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还是在M国分公司 那样子 还夸张地做了 更重要的事情 那样子 我们帮你选。 方桐说道, 与小轩使劲点点头。 嗯,我想了几个, 团团,圆圆,圆子,团子。 沈青岚认真说着, 方桐和与小轩对视一眼, 眼中满是无语。 与小轩看向沈青岚, 语重心长地说道, 唉,青岚啊, 以后宝宝的大名, 记得一定要让父爷来娶, 知道吗? 要是让沈青岚这个妈妈来娶, 与小轩深深地觉得, 以后傅小少爷会哭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